当生活中无处不是学习 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大爱幼儿园 和班丹英达的大爱儿童教育中心的 139位小朋友 在老师和大爱妈妈的陪伴之下 来到了吉隆坡佛教慈祭医疹中心来参访 一起向医护人员们学习 一大群的小朋友走进医疹中心 难道他们都生病了吗 一些孩子他会很怕来看医生 希望让孩子们真的去了解 医生和护士其实是 守护我们的生命 守护我们的健康 让他们去消除他心中的恐惧 原来这一天幼教中心的教室 移到了医疹中心 从后诊区 看诊间到里面要处的参观 孩子们大开眼界 给他们试剂地看一下牙科的操作 我们希望是说在他们的小小的脑袋里面 种下一些种子在里面 让它再长大一点 接触到这些的时候 它会有很好的一个印象 我们不能这样子就是说 或者是去去去去你们的那些功夫 你学我这样子转圆圈 这样子转圆圈 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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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护理人员透过卫教 让孩子学习正确的刷牙方式 进而懂得从小照顾自己的健康 我今天学到了的是刷牙齿 刷牙齿要打圈圈 然后要刷干净牙齿 我今天学到头脑 头脑是用来想东西 头脑也是控制你的身体 我们有试作给他听心跳 凉血压 让他了解到说原来人 他的身体的健康 是要靠自己来照顾 孩子们用歌声感谢医护人员 寓教娱乐的学习方式 每个人都上了宝贵的一课 大约新闻黄维渝 林志勇 马来西亚报道